眼前这位82岁高龄的老人名叫金海莲 如今他住在眼前这座微房里 饱受风吹雨打 时常断水断电 刮风下雨时还有装瓦掉落 老人说他旧房拆迁 分到了五套安置房 还有几十万的不偿款 这么富裕的老人 为何沦落到住废墟的地步 金海莲老人说 老伴走了三十多年 为了孩子 他没有再改嫁 他独自一人将四个子女抚养长大 如今子女都做爷爷外婆了 儿孙满堂 女子们对他不管不顾 自己怎么也想不到 晚年过得如此凄惨 眼前这座废墟 大部分被拆除 他在这里已经住了三年 金海莲老人的大儿子王建华 就住在几步枝摇的隔壁 大儿子的二层楼房 看起来很大气 为什么大儿子不愿意分一间房间给母亲住呢 说起大儿子 老人摇了摇头 儿子不仅不管他的生活 还把他的门窗都拆掉 连家具都全部搬了出去 如今母子就像陌生人一般 平时遇见 也不会对他寻寻温温暖 赛养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 王建华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年过八旬的母亲呢 记者在街上找到了王建华 王建华表示 对于母亲的事 他没有能力去管 自己身体不好 那还有能力去管母亲 他看到母亲的到来 不想和母亲有半点交流 转身就走 难道只是王建华只是因为自己的能力不管母亲吗 为什么要躲避自己的母亲呢 王建华表示 就房子拆迁后 拿到了16万的赔偿款 也分到了五套价值400万的房子 本该兄妹几人都可以分一套 而母亲将五套房子全部给了弟弟王建卢 却没有分到半点 这让他非常气愤 母亲的财产兄妹之间可以商量沟通 也没有必要弄得像仇人一般 这是王建华儿子王勇说的一番话 让大家目瞪口呆 原来在十几年前 金海联和大儿媳之间一直矛盾不断 大儿子王建华家在中间左右为难 他既要顾及妻子的感受 也要体谅母亲 最后因为维护母亲 而导致夫妻感情破裂 最终大儿媳一时想不开喝药自尽了 王建华认为是母亲将妻子逼上绝路 他非常气愤 从那时起 便和母亲断绝了来往 这些年金海联都是和小儿子王建卢一起生活 而房子被征收后 房子全部被小儿子霸占了 而大儿子并没有想过和弟弟征房产 既然房产都归了小儿子 大儿子认为母亲的赡养应该弟弟负责 那么小儿子王建卢得到了母亲所有的财产 还让母亲住在微房里 难道金海联又和小儿媳之间有矛盾吗 记者跟随着金海联老人前往小儿子王建国家 婆媳之间确实存在很大的矛盾 两人一见面就争吵起来 儿媳刘英说家里留了一间房给她住 并没有不管她 而金海联自己坚持要住在老房子里 婆婆的做法 让她们被人笑话 而金海联表示 她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不满意小儿子的做法 这到底又是什么原因呢 随后金海联老人拿出一份产权证明 金海联说老房子的产权本是在她和大儿子的名下 但征收合同上却清清楚楚写着小儿子王建国和她媳妇 连他们的儿子 儿媳以及孙子的名字都有 唯独没有自己的名字 本该是母亲名下的价值四百多万的五套房产 竟然在她不知道的情况下全都被小儿子占为己有 小儿子的做法让她感到很失望 如今她一个人住在拆了一半的破房里 备受煎熬遭受风吹雨打 那么对于这件事 王建国又做何解释呢 王建国避开了所有的话题 还离气直撞地说当初十六万的征收款 母亲已经拿走了她那一部分 当问到五套房产的时候 她直接躲开了 关于母亲赡养问题 王建国的说法让人感到很意外 母亲已经八十多岁了 不能因为能吃能动 就不管不顾 她认为自己平时很忙 母亲现在能动 根本就不需要照顾 记者提出母子见一面 她直接拒绝了 转身就离去了 金海连老人说 之前女儿们对自己非常好 自从房子拆迁之后 就因为房产分配的问题 女儿们也不怎么管她了 大女儿这些年就回来看过一次 只是小女儿偶尔回来看望她 她现在后悔的是将房产 全部给了小儿子王建国 她没想到对小儿子的偏袒 换到的确是小儿子的冷漠 记者联系到金海连老人的小女儿罗美 她抽空赶了回来 谈起这个家 罗美也是有苦难言 由此看出 罗美在这个家受过不少委屈 在这个家她没有得到爱 唯有母亲对自己关爱过 她希望母亲能够安享晚年 对于房产的事 她也没打算要分一杯羹 随后记者陪着金海连老人 来到她小儿子王建国的家里 王建国一见到母亲就转身跑开 她不愿意与母亲面对面沟通 看来母子之间还有没有解开的心结 在记者的劝说下 王建国终于肯坐下来和母亲进行交流 金海连提出她每月在谁家生活 自己从退休金里拿出1000元作为生活费 这样的做法也是希望孩子们能够轮流和她一切生活 这样一碗水才能端平 但王建国坚决不同意 他认为母亲每个月有1600元的退休金 比自己退休金都高 他没有能力拿钱赡养母亲 难道那五套价值400万的房子一文不值吗 王建国不再与母亲继续沟通 他表示母亲的赡养问题 四个子女中他只愿意出自己那一部分 对于五套房产就算是走上法庭 他也不会让步 本人认为母亲的五套房都被他占为己有 他就该一个人承担赡养母亲的责任 他这种自私的做法很过分 对于金海连来说金钱和房子不是最重要的 他只希望能够有孩子的陪伴 物质对于他们来说都没有亲情重要 父母为儿女付出了一生 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 儿女本该义无反顾去付出 百姓效为先 不要为了一点利益 而丢了那份本该有的孝心 大家说金海连的做法值得同情吗 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